精 气 神 身 心 灵 人体 凡事都讲了算 我们前面说了这个精是通脊柱的 脊椎 然后通大脑 脑髓 脑液 这些它是一个东西 所以说你看一些好色的人 它消耗精神 你不光是这个直接的 你光是肉眼这种欲望就会激发你 光通过眼睛 光通过身体 它都能往外消耗散发 这些有欲 它就是有动力的意义 动人体的机制 但是这个东西呢 我们讲这个道家讲这个顺着受人力成仙 就在其中颠倒垫 在第一张方法 就是说顺你这个精而下 就能男精女精 构精而成就能生小孩 繁衍 也讲生生不息 也是繁衍后代 但是除此之外 你看动物 它就是每年都有季节 每时它就到那个时候 它才会发情 人 是吧 尤其现在人 从多多大年纪开始 小学 初中 全班就有一半的搞得下 开房 是吧 不管什么什么打掉 就是西方那个工具 一用 那不行就打掉吧 好像哎呀很潇洒 你知道你背了多少页 你知道人 就是你光人说错话 这一辈子 你做鬼五百年 就不见得能偿还得了 你好 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这个精气神 如果是你 就是顺修 如果是你逆修 我们就讲所谓修炼 练功 就是练精化气 练气还神 这个气到大脑 炼神还须 就是周二复始 就是这个神 它就 就是 已经 由具体物质 变成 这个周二复始的这种气了 炼神和道 这就是道的自然规律 大周天小周天 这就是还道无极 这就是还道无极 天道 就是最初 它是圣灵 生生不息,他需要能量 就是那个第一推动力 我们讲上帝之手,爱因斯坦 上帝的第一推动力 他也是信,到最后他也搞不懂 就信这个宗教,信神 所以说这个经这个东西 他先天,天一生水 生的就是那个经 人体这个经其实都是这个腰 正好在人体的中间 这个是最终先天的 但是先天它是有输入的 你虽然说也能补,但是很少 后天我们都是以食物为补 再去化它 再去化整个身体的其他的 各个的这个原始极致 运动起来 这都是要消耗的 而先天一气 天一生水 这个经 后天这个是体位属于这个 第五 天时第五 不要听西方说那些 是吧 就是你这个男女什么什么之后啊 就是这样越来越好 实际上确实有有好处 而我们这个老祖宗也规定 是吧 这个七天 冬天一个月 甚至年纪大了吧 就是慢慢 一年就是不 不来了几次 然后再到最后 几十六十之后就不要了 用今期的准备好你的记忆